大家好,这里是脑补军 今天,我要带大家聊一个连我自己听了都几倍发凉的阴谋论 如果你曾有过世界似乎被无形之手操控的错觉 那么接下来脑补军要讲的内容 或许能为你提供最直接的证据 时间回溯到2010年5月5日 一位名叫比尔·瑞恩的先生 上传了一部长达56分钟的视频 在视频中,他透露了自己与一位共济会成员的会面经历 这位神秘人物透露 未来的18至24个月内 共济会将启动一场全球性阴谋的序幕 以色列将率先对伊朗发动攻击 而这场冲突极有可能引发伊朗或中国的强烈反应 但请注意,这场战争将迅速平息 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在接下来的第二步中 利用民众的恐慌情绪为西方世界大幅度提升军事预算铺平道路 而这一切都只是庞大计划中的一环 当一切准备就绪,第三步便是向中国投放生化武器 当时许多观众将比尔的言论视为笑谈 认为他病入膏肝 然而,十年后的今天 再无人能以轻松之态谈及此事 重点在于,比尔坚称,疫情只是序章 真正的风暴尚未来临 这一切都与一个古老的民族 昂格鲁、萨克逊人紧密相连 公元五世纪,一直由日耳曼人组成的铁骑 自斯堪地纳维亚半岛汹涌而来 席卷了大不列颠倒 凭借着强健的体魄和无畏的勇气 他们迅速征服了大不列颠倒的中南部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日耳曼人在这片土地上站稳了脚跟 并在公元六世纪建立了七个王国 史称七国时代 为了彰显自己的独特身份 他们自称为昂格鲁、萨克逊人 以高傲的姿态继续扩张领土 公元九百二十七年 威塞克斯王国的国王爱瑟斯坦 完成了对各个昂格鲁、萨克逊王国的统一 建立了英格兰王国 直至1066年诺曼人征服英格兰 昂格鲁、萨克逊时代才正式落下帷幕 尽管时代更迭 但昂格鲁、萨克逊人的后裔 依旧遍布世界各地 他们通常指的是那些祖籍英格兰 以英语为母语的白人群体 然而,在现代社会中 昂格鲁、萨克逊一词却鲜少被提及 毕竟那段辉煌的历史已离我们远去千年 然而,令人震惊的是 当这个词汇再次跃入公众视野时 他竟与一个名为昂格鲁、萨克逊计划的末日阴谋紧密相连 比尔、瑞恩 一位拥有数学、物理学、心理学三大学位的高级知识分子 其职业生涯更是与航空航天领域紧密相连 他曾服务于英国航空航天系统公司 这是一家专门制造飞机 弹药、装甲车等军事武器的巨头企业 也是英国及欧洲最大的国防承包商 在工作中 比尔意外发现了政府与外星文明接触的秘密 以及诸多高科技成果背后的外星技术援助 这一发现激发了他浓厚的兴趣 于是,在2005年退休后 比尔与合伙人凯瑞、卡西迪 共同创立了卡米洛特计划 致力于揭露那些被政府刻意隐瞒的外星人事件 然而,让比尔始料未及的是 在计划成立的第五个年头 一封神秘信件悄然降临 鉴于信件未属性命 我们暂且称寄信人为揭秘者 揭秘者自成为一名海军退役老兵 自上世纪80年代起 便兼扛保家卫国之任 专攻地面雷达操控 凭借其出色的表现 他荣幸地被调至未来海军装备项目组 那里汇聚了顶尖军事科技的精华 起初,他为此深感自豪 毕竟能置身于英国尖端军事科技的殿堂 是何等的荣耀 然而,一次英格兰的演习 彻底颠覆了他的认知 任务看似寻常 不过是利用尖端追踪系统 锁定高空目标 但突如其来的变故 却让一切变得诡异莫测 数个飞行器以惊人的速度划破天际 他们的飞行轨迹之诡异速度之快 令他的雷达系统束手无策 根本无法锁定其踪迹 任务结束后 揭秘者与同僚被召集至一小屋内 不久,一群身着黑色飞行员制服的神秘人物 步入室内 他们操着一口流利的英式英语 举手投足间透露出不凡的气质 揭秘者瞬间恍然大悟 这些人正是之前操控那些 不可思议飞行器的幕后黑手 或许是被揭秘者满脸的惊恶所触动 其中一名飞行员礼貌地伸出手 微笑着说 你好,很高兴认识你 同时,他的手指轻轻朝上一指 似乎在暗示着什么 紧接着 一幕不可思议的心灵画面 在精密者脑海中浮现 他仿佛被一股神秘力量牵引 瞬间脱离了现实的小屋 置身于一艘原型飞船的内部 在那里 他亲眼目睹了人类与小灰人 共同操控飞船 与一艘巨型母舰对接的震撼场景 尤其是当小灰人转头望向他的那一刻 他意识到 这并非简单的视觉感知 而是他真实地融入了那个未知的世界 这次经历让他彻底明白 那些操控飞行器的并非地球生物 而我们的政府 竟然在暗中与他们合作 比尔回忆起阅读这封信时的情景 他原本以为这只是一封揭露政府与外星人合作的普通信件 然而随着故事的深入 他逐渐意识到这封信的价值远不止于此 揭秘者继续透露 自1999年从海军退役后 他因知晓某些机密 而被秘密安排至伦敦金融圈的一家机构担任要职 在那里他频繁出席各种高级宴会 与会者皆是全球顶尖的银行家 政治家及军官 他们围坐一堂 共商经济大计与世界格局 正是在这样一场会议中 他首次听到了《昂格鲁萨克逊计划》这个名字 一个足以改变全人类命运的惊天阴谋 面对如此震撼的揭露 比尔深感有必要与揭秘者面对面交谈 幸运的是 揭秘者最终同意了这次会面 为了确保双方的安全 比尔采取了录音措施 但出于保护隐私的考虑 他仅公开了对话的文字记录 时间定格在西元2005年的6月 此时的爆料者已卸下军装 转身步入了伦敦繁华的金融圈 他回忆道 某天 一封电子邮件悄然降临他的邮箱 邀请所有收件人 参加一场关于城市安全与财务策划的会议 对于这样的例行公事 他并未过多在意 只是按照指示 准时踏入了伦敦同业工会的会议室 那天 会议室里汇聚了30位各界名流 他们的名字在公开场合耳熟能详 会议初时 一切似乎都遵循着往日的轨迹平稳进行 然而不久之后 一位军官的发言打破了这份平静 他透露 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似乎尚未准备就绪 因此 原定的计划不得不向后推迟 时间跨度可能在18至24个月之间 具体日期上难确定 但这位军官的话语中 透露出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 以色列终将采取行动挑衅伊朗 迫使伊朗或中国采取核武回应 然而 战事不会长久 很快就会停火 为我们实施第二步计划创造契机 随着军官的继续阐述 会议室内的气氛愈发凝重 他预言 届时 全球将笼罩在三战即将到来的阴影之下 西方国家将借此机会 强化极权政府 扩大军警权力 而更为害人的是 第三步计划 释放一种类似流感的生化武器 他将以惊人的速度传播 攻击人类基因 中国将成为这场生化风暴的首个受害者 但灾难最终将席卷全球 导致经济停滞 粮食短缺和大规模饥荒 听到这里 比尔的心中充满了震惊与不解 他急切地向爆料者询问 为何会有人策划如此残忍的计划 爆料者沉重地回答 为了减少人口 当比尔追问具体要减少多少人时 得到的答案令人心惊 至少50%以上 面对比尔的进一步质疑 爆料者揭示了背后的原因 地球即将面临一场 无法由人类阻止的灾难 唯有通过减少人口数量 让少数精英掌控世界 才能确保人类文明的延续 这个计划 就是臭名昭著的 昂格鲁萨克逊计划 一个旨在建立以白人英语系为主导的 新世界的蓝图 提及新世界这一关键词 比尔的兴趣被彻底激发 他紧追不舍地询问爆料者 这一计划与共计会是否有所关联 令人震惊的是 爆料者不仅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还透露了一个更为惊人的秘密 许多政府已经在为 昂格鲁萨克逊计划的实施做准备 因为类似的地球灾难并非空穴来风 历史上曾有过一次惨痛的教训 那一次 人类几乎走到了灭绝的边缘 时间回溯到西元1994年 德国考古学加克拉斯 施密特在土耳其的一处山坡上 意外发现了一块经过人工切割的石灰岩石块 这一发现立刻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 于是他迅速组织考古队伍进行深入挖掘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 这一挖竟挖出了一个足以颠覆人类历史的遗址 戈贝克利石镇 长久以来 我们被灌输的观念是人类最古老的文明 起源于6000多年前的苏美尔文明 然而克拉斯的惊人发现 却颠覆了这一认知 放射性探定年的结果显示 戈贝克利石镇竟是在距今11600年前建造的 这笔古埃及的金字塔还要早上6000多年 有趣的是 这一建造时间与爆料者提及的 11500年前地球遭遇的重大灾难时间点 惊人的接近 这不禁让人遐想 巨石镇与那场灾难之间是否隐藏着某种神秘的联系 戈贝克利石镇的宏伟规模同样令人震撼 它占地广阔达到了9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4、5个巨大的体育场 在这片遗址上可能矗立着超过200根石柱 其中一些已出土的梯形石柱高达5公尺 重达10吨 上面还雕刻着精细的图案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根据人类学家的研究 当时的人类尚处于新石器时代早期 技术上不发达 他们才刚刚掌握魔制石器的技能 又怎能拥有如此高超的雕刻技艺 甚至能搬运起如此沉重的巨石呢 不仅如此 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 考古团队还发现 戈贝克利石镇竟然分为三层 最底层建造于11600年前 而最上层则建于10500年前 这意味着这个文明至少延续了千余年之久 但令人困惑的是 最古老的巨石镇却展现出最大的建筑规模 和最先进的雕刻技术 而随着时间推移 技术似乎在倒退 这不禁让人猜测 最底层的遗址建造者 究竟是如何掌握如此高超的技艺的 难道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 苏美尔文明之前 还存在着一个更为古老且先进的文明 那么 他们又为何在历史的长河中 消失得无影无踪 回顾历史 大约两万多年前 地球曾经历了一个温暖宜人的气候时期 然而 到了一万两千八百年前 一场突如其来的气温骤降 席卷全球 大量冰川覆盖地表 这一寒冷时期 持续了长达一千三百多年 史称新仙女牧事件 尽管地理学家指出 新仙女牧时期 并非地球历史上最寒冷的时期 但我们不禁想象 在此之前 是否曾存在一个科技发达的古老文明 他们或许已经掌握了天文观测 和城市建设的技术 然而 随着新仙女牧事件的发生 全球气温骤降 文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 最终崩溃瓦解 在这场浩劫中 只有少数人幸存下来 当新仙女牧时期结束后 这些幸存者重返地表 建造了戈备颗粒石阵 他们或许并非为了 缅怀祖先或感谢神明 而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 向未来的人类传递警告 提醒我们那场灾难的阴影 可能再次降临 更为神秘的是 天文学家发现这些巨石 并非随意排列 而是精确地对准了天狼星 尽管我们之前也发现过 其他古文明遗址 有类似的天文排列 但那些遗址的出现时间 均远晚于戈备颗粒石阵 由于天狼星的位置在不断变化 因此戈备克利石阵 需要不断重建以保持对准 这无疑是在向后世 传达一个至关重要的日期或信息 在戈备克利石阵 那庄严的43号石柱上 镇刻着古老文明深邃的叙事 石柱底部 无头人的形象 静默地诉说着死亡的讯息 仿佛预示着一场浩劫 天文学家敏锐地洞察到 当石柱上的蝎子图案 与天蝎座的秃鹰遥相呼应 其手中的圆圈 奇迹般地叠合了太阳的光辉 而周围的图腾 则精准地映射出其他星座的轮廓 这一切迹象表明 这根石柱实则是一份古老的星图 他预言着 当星辰再次依图而聚 灾难将如约而至 这星图所铭记的灾难时刻 恰好与新仙女牧时期的 开端不谋而合 大约发生在一万三千多年前 尤为引人注意的是 地理学家指出 新仙女牧时期的到来与终结 皆异常迅猛 特别是其终结之时 格林兰岛的气温 在短短不到百年间 飙升了惊人的15度 然而 关于这温度骤变的时间跨度 科学界内部却存有分歧 回溯至1963年 一位自称为美国中央情报局 CA 灾难地质学家的陈托马斯 在其著作《亚当和夏娃》中 惊人地提出 德林兰 一位格林兰之物 的气温 竟在短短24小时内 飙升至30摄氏度 这一剧烈的温度变化 导致了冰川的急剧融化 进而引发了全球性的洪水浩劫 这一观点与世界各地普遍流传的大洪水传说不谋而合 而陈托马斯则将这一切归咎于帝磁反转这一自然现象 尽管帝磁反转在主流科学界已获认可 但普遍观点认为 其过程需历经数千年之久 与陈托马斯的断言大相径庭 陈托马斯对此并不妥协 他在书中详尽描绘了灾难的惨烈景象 并预测了帝磁首次翻转将发生在1970年至2163年之间 以书籍出版年份为基准推算 如今看来 这番言论或许略显荒诞 但更令人不解的是 亚当和夏娃一书 随后竟被CIA列为机密 直至1993年才部分解密 此举无疑引发了广泛猜测 CIA究竟为何要将此书学藏 而那些仍被尘封的内容 又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在观纳会有天蝎座的神秘石柱 其上不仅有三条象征洪水的蛇 蜿蜒盘绕 其余石柱亦频繁出现巨浪吞噬生灵 动物仓皇逃窜的震撼场景 这一系列发现 是否过于离奇 甚至带有阴谋论的色彩 毕竟 若这些星辰时刻 真的在预示末日 为何政府选择沉默以对 而非向公众坦诚相告 对此 比尔的爆料者 与亚当和夏娃 的作者给出了 令人不寒而栗的答案 政府之所以揭默 是因为他们既无力阻止灾难 也无法在灾难来临时 拯救所有人 因此 他们选择隐瞒真相 同时秘密筹备应对措施 以其在末日来临之际 有所准备 鉴于爆料者所提及的地球灾难 却有历史可循 加之其惊人的提前十年 精准预测了疫情的发展轨迹 脑补军不禁假设 倘若爆料之言属实 疫情背后果真隐藏着人为操控的阴影 那么 这漫长的岁月中 是否真能寻觅到 一丝丝不易察觉的线索呢 回溯至西元2015年 一位享誉全球的精英人物 在一场万众瞩目的盛会上 质地有声的预言 人类即将面临的下一场危机 必将是病毒所引发的浩劫 这预言 如同暗夜中的一道闪电 照亮了人们心中的忧虑 尤为引人瞩目的是 在新冠病毒出路端倪的前夕 比尔盖茨先生慷慨解囊 资助纽约举办了一场 高规格的流行病应急演习 代号201事件 在这场演习中 假设了一种新型 人畜共患冠状病毒的爆发情景 该病毒沿着蝙蝠蜘蛛 再致人类的路径传播 最终引发了一场席卷全球的大流行 尽管演习中设想的传播路径 与现实中新冠病毒的轨迹 并不完全吻合 但它却惊人地预测了疫情失控 疫苗研发滞后 以及病例数初期 爆炸性增长的场景 甚至预言了 疫情将在18个月后逐渐缓和 但余波仍将持续 此外 值得注意的是 2019年 美国还在全国范围内 特别是12个州 组织了一场名为赤色传染的联合演习 模拟了中国大规模爆发新型流感 并以此为起点 迅速蔓延至美国 首个病例即在芝加哥出现 最终亮成了一场全国性的大流行 这两场演习 与新冠病毒实际爆发的时间节点 如此接近 无疑加深了人们心中的疑虑 于是 安格鲁萨克逊计划这一阴谋论 再次浮出水面 他认为 疫情的爆发 从头到尾都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 更有甚者 阴谋论的支持者还声称 各国政府早已在为这场末日的到来做着准备 在爆料者的叙述中 还揭示了一个更为惊人的秘密 社会精英阶层早已手握确凿资料 坚信地球将再次面临灾难的洗礼 他们指出 上一次类似的灾难发生在 11500年前的新鲜女牧时期末期 地球温度骤升 洪水肆虐 而亚特兰蒂斯沉入海底的传说 也恰好发生在那个遥远的时代 世界各地发现的洪水遗迹 更是为这一说法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基于这些历史教训 爆料者坚称 安格鲁萨克逊计划早在1980年代 就已悄然成形 提及1980年 这一年对于美国而言 充满了神秘与不解 在这一时期 美国竟然在克罗拉多州 建造了一座规模庞大的丹佛国际机场 其规模之具远超丹佛当地的实际需求 这座机场的建造 在当时就引起了人们的广泛猜测和议论 更令人费解的是 机场内竟然公然摆放着一块 共计会的电机石 上面赫然写着 机场是由新世界机场委员会 出资建造的 而机场内部的装饰艺术 更是频繁出现 新世界到来前清理人口的隐喻性画面 这一切的一切 都仿佛在诉说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订阅 点赞和分享哦 同时 别忘了打开小铃铛 以便及时收到我们的更新 我们下期再见 期待与你一起继续探索这个神奇的世界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